要接触光驱进行线缆管理, 您需要拆除右侧盖板。 若要拆除右侧盖板, 需先取下将盖板固定在PC背面的 两个菲利普二号螺钉。 将右侧盖板向设备背面滑动, 然后将其从PC上提起取下。 右侧盖板底部内侧有一个边缘, 它与PC底部内侧的边缘对齐。 右侧盖板的顶部和前端内侧边缘上还有突舌, 可滑入插槽。 和PC上的边缘下方。 要重新安装右侧盖板, 请仔细地将盖板底部边缘与PC上的边缘对齐, 然后将两个顶部突舌滑入各自的插槽。 向前滑动右侧盖板,直至将前突舌推入各自边缘下方, 且盖板前端与机箱前挡板齐平。 使用两个菲利普2号螺钉将右侧盖板固定到PC背面。 按摩板,直至维地盖板上的方向。 感谢观看